张仁录音乐 听到吗? 突然好像很大声 所以我们在Walky说 爱神 爱人 就有个问号 今天跟第一个讲 尽心 尽性 尽力 爱住我们的神 和爱人如己 不配地说 当思考的时候 我真的不配地说这个题目 因为自己未做得到 所以更加需要弟兄姊妹为我祈祷 以及为自己和我隔壁的弟兄姊妹祷告 所以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祈祷 让我能够在神的感动里 说到神以我说的话 为自己祷告 让自己能够以躲避圣灵的感动 去开通 和一位隔壁左右的弟兄姊妹祷告 让我们个人预备到自己的心灵 去聆听神的说话 祈祷 我们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道成肉身 白白地赐下你的恩典救赎给我们 让一帮罪人得蒙从你而留的完全的拯救 但同样你吩咐我们尽心尽意 尽性尽力去爱你和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人真的做得到 唯有你才做得到 就求你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讲的听的 继续在你的灵里面 在你的怀里面 同被你建立 求你真是此福帮助 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姆 跟他来说 耶稣很爱你的 耶稣很爱你的 所以耶稣很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 八八蒙受从神而来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去看 圣经教我们要尽的时候 什么叫尽呢 大家看到这个 掌上压 我相信上多年 座教当中很多上多年都是掌上压高手 对不对 对了 最多是哪位呢 应该 在哪位呢 我想现在最多应该是德荣执事 这是行山达人 对不对 全香港每个山头都被你走光了 但开始走的时候 有时候 哎呀很辛苦 走一步 也是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当我们要走上去的时候 喘气 走一步 喘一步 但是坚持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走得多一步 对不对 在一个山头 走这些比较普通的山 容易一些 但是再走上去 再难度高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的时候 就不断进步了 进可能就是我们本身觉得自己的一个极限 但是当我们踏上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新的突破改变了 所以当我们做掌上压的时候 都是这样 震一下 做一下 做一下 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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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一下的时候 好像以前去到十几二十下 都没问题的 但是到二十下的时候 震一下 震一下 震着这样做 慢慢再震多几次 就有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坚持去做的时候 这个进 就能够可以去 有一个进步空间 不断进步了 就是进 OK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一个界线 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范围 但是去到那个位置碰到一些的尽的时候 好像不能够突破 不能够改变 但是去到那个位置 当我们有个意志 想去这样做的时候 又或者是环境迫下来的时候 就有些改变了 就有些改变了 踏出去的时候 就有些突破了一些的情况 可以带来新的转变 跟大家说过了 我几年前都 17年的时候做过心血管修术的 是吗 想当年以前的肚腩比现在大很多 以摺计的 什么是摺 打摺 肥 那时候最肥的 现在是一团 进步了 所以我们去继续努力的时候 谭牧师 我想可能也有六个 不奇怪 不断努力去挑战自己的时候 带来这种转变 所以尽力去的时候 其实将全部的气力 意志 坚持去做的时候 就带来这种转变 圣经里面说 提醒我们了 老师 律法上的佳命 哪一条最大的呢 有时候跟我们说 你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尽以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最大的 这是第一条佳命 第二条 也事如此 就是爱人 就是爱轮舍 原文是轮舍 就是爱人 爱人如己 你两条戒柄 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尽 跟隔壁讲一讲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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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他尽心尽性的时候 全部 完全的 所有的东西 全部出来了 听说 掌信压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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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量尽 尽 但是要坚持去做 就会一种改变 比如真愿 三十下 突然不再做的时候 可能停留了三十或退步 但是坚持下去做的时候 就会一种改变 但是一种更新突破改变 所以在马可福音 十二章三十字里面 稍后说 李振中的本 这么说 要将你完全的心 完全的性命 完全的精神 完全的力量 爱住你的上帝 大家做不做得到啊 我做不到 坦白 很坦白和大家说 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全部啊 是不是 当全部的时候 就是说将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呈现给主 去爱他 但是当看回自己一些生命的需要 软弱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地 将自己去给神 是吗 能够完全地爱神呢 未必那么容易的啊 跟着 所以就是说 要尽完全所有的心思 意志 情感 精神 体力 能力 去爱神 爱人 所以跟着 刚才沃琪这样说 爱人 有点有点 有点有个question mark 是不是 所以 爱神爱人 就是说 叫我们去尽力 完全 将所有的 去爱神爱人 所以这句的金句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在年轻人圈子里面 有一种游戏叫 True or Dare 有没有玩过啊 Wonnie有没有玩过啊 没有啊 对不对 OK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有些年轻人在一起 大家互相问问题了 可以问的问题 比如我要问Wonnie的时候 你爱不爱 旁边的那个人啊 他一定要坦白说的 OK 好坦白说 我帮你说 当然爱啦 是不是 但他说 说不出 又不想说的时候 接着要去做一个行动 就是要挑战 难度 一定要做出来的 可以做一些难度很高的活动 就是这样 年轻人这样玩的了 但是初期教会 他们的情况就是 True or Dare Death 坚持真理还是死亡 Death就是死亡的事 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所谓的爱神 初期教会爱神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回斯提瓣殉道 在公元三十五年的时候 他就去殉道了 就是说当犹太人 逼他要去说 你不可以继续信你的人 所以不继续传说的时候 使提瓣殉道当时 他继续将他自己所领受的 从神而来的比起感动 他就直接说出来了 OK 我们的青山就不信会了 是不是 有续有一句 留得青山在 那怕什么 没有柴烧嘛 是不是 如果当时司提瓣殉道 他避下 说一下 不真的说的时候 会怎样 不用死的 可能 不用殉道 但当他憑着信心 领受去宣告出来的时候 到最后怎样 被石头扔水 他第一个殉道 殉道者 司提瓣殉道 但是当时教会 从那一天开始 耶路撒冷的教会 遭受到大迫害 除了使徒以外 众门徒分散在犹太 和撒马里亚各处 使徒在哪里 留在耶路撒冷 其他门徒呢 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去做些什么 去分散到不同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去人传福音了 我们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使徒留守在耶路撒冷 这帮信徒 就离开 就是耶路撒冷 去到不同的地方 继续传福音 殉传应该会和大家说 但是其实是将一个 由使徒为中心的一个模式 转变成为由信徒为中心的模式 就是说他们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 那帮使徒不会跟着他们的 就是他们自己个别领受从圣灵而来的书画 继续去宣讲神的话语 继续行使神迹歧视 证明他们所说的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就是他们这样做 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 同样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那份能力 不是牧者的专长 不是领袖必然要 一定是他们做 而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领受这份能力 去传国福音 去分享神的说话 所以每个人都有份的 跟隔壁讲 或者松松去争 你都有份的 大声点说 你都有份的 你都有份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 所以当肥利去到的时候 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 去传福音的一道 肥利去到撒玛利亚 当时去传福音 然后有神迹歧视 那城里 就怎样 有极大的喜乐 记载了肥利一个个案 其他门道去不同地方的时候 继续传福音 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门道去到 让他们能够听到 有当地的人听到福音 那个城就有大喜乐 就很开心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分散全地的人 去往各地去传福 讲神的一道 今天香港我们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每个人的耐心里面 面对很多难关 或者冲击 我们都不能够避免 或者有人在思考 去滑流 但是我们明白到 去滑流都带着从神远利的使命的时候 我们带着使命去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怎样 有极大的喜乐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 有些一帮无用的人 领受从神远利的呼召 离开自己的地方 去到神远利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能够将福音带到那个地方里面 所以不同的地方 可能我们去不同的地方 都有神的一个呼召 但最重要是神的呼召 滑去滑流 当然了 有些人未必适合离开的 我会直接说不适合的 但是问到我适合的时候 我会很鼓励你 究竟神跟你怎样说 神怎样跟你说 你有没有一个印证去离开呢 这是神远利的呼召 所以同心合意 兴皇福音 就是这个 在时代里面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但是一个新兴的宗教 就是当耶稣基督 给顶十字架 復活 升天之后 这帮门徒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传福音 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 那罗马帝国 就觉得 都是犹太人那种 内部糾纷 开头的时候 但是犹太人逼开 犹太人开始逼开 基督徒 后来 罗马帝国 整个 统治当时整个 地中海 的罗马帝国 开始都留意他们 所以刚才说 这个true or death 真 还是死 在说 罗马帝国里面 初期教会 对神的爱 究竟是怎样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大家的右边 第六王 在一个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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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处放火 他到处放火 後来怎么样 就是大火灶 对吧 其实日光之下 无人事 那时候 如果是火灶 一定的政府人员 军队去救火 皇帝下令的时候 自然军队不会到 皇帝喜欢多少就ại 但是谁负责呢 大家不可以推皇帝下令 于是他将这个责任 推到当时最孤立无患的基督徒身上 开始迫害 对于基督教的全国迫害 就这个时间开始了 而宝内在公元67年 是在罗马城被斩首的 而彼得当他们去宣道的时候 他说本来要钉十字架 但是他觉得自己不配 怎么跟耶稣一样 要钉十字架呢 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调转我 所以彼得钉十字架 相传他死的时候 是倒转钉十字架死的 罗马政府开始大量迫害教会 迫害基督徒 其实 为什么罗马帝国想迫害教会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罗马王 总是觉得自己是神 我们信仰里面 The God The 独一 God 是大草的 但是在希腊文化 或者在罗马政府 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 God 即是世草 G-O-D-S 很多个神 罗马王都觉得自己是神 所以当自己是神 方便自己统治罗马帝国的时候呢 你要拜我了 拜我的仗了 你要拜我的仗 得陷歌的时候呢 拜一拜 或者要献祭给那个仗 但是当基督徒 他持守着独家真神的时候 他们拒绝跪拜 这样就会成为一种灵心 这种离心 当离心的时候呢 自然这帮将来会成为一个 有机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于是乎就宁愿是尽早地去殲滅他们 让他们能够不会发大 不会影响到其他群众 所以当这个新兴的宗教 当时的势力 势孤力弱 和这帮基督徒呢 是彼此相真相爱的嘛 是不是 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嘛 你爱我我爱你 这样不会抵抗的嘛 所以这帮不懂得抵抗的 顺如羔羊的人的时候呢 都不懂得抗争的 那是不是最好的一帮的代罪羔羊呢 所以很多时候面 我一位到历史出身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当一个政权出现了一些 国家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用一些代罪羔羊转移视线了 比如民族主义啊 或者其他的情况 就转移了视线了 那么当时来说 简单一句 强权就胜过一切了 谁大谁恶 接着怎样呢 谁整过啦 当他有军队的时候呢 就会正确的嘛 那所以我们明白到 当时的迫害里面 第二轻子没正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处境 比如说 斗兽场 大家去过罗马没有 我没去过 我想去 去过了不是 一定去斗兽场的嘛 斗兽场 我们幻想当时的处境 很大的地方 上面呢 坐满了罗马人 然后下面呢 有很多的 很多的 有些监牢啦 可能有些的 困住 狮子老虎的地方啦 这样 基督徒 可能是其中一个监房里面 等候出来 跟那些狮子老虎搏斗 也可能有些基督徒 要披着羊皮 在身上 然后饿出去的时候呢 被饿了几天的狮子老虎 跟我一起 嗨嗨嗨 你会看到 他们当时面对 true of death的一个监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花园 很漂亮啊 对不对 大家看到 大家在右边的监头的时候呢 其实有些人 是被绑住 被绑住 下面有柴货在那儿 可能临上游戏的身上 跟他们说 如果 你拒绝承认耶稣 是你的主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下来 但如果你继续承认耶稣基督 是你独一的真神 不肯拜 王的像的时候 我立刻点火 一个尽 当时 你为了持守着 对神的爱的时候 去到一个死的尽头的时候 仍然持守着 我们不是很明白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 为主去殉道呢 我们现在 我们未去到这个光景 或者没经历过这种处境 但是当时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面对这种 这种的 一个 生死之间 一个的尽头 面对那个处境 所以那些皇帝会怎样呢 除了离陆之外 这个多米田 就死前封子的神 要求他的子民 去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而这个 另外一个皇呢 他要求弟兄弟 向来 去个像 去献制 就是说 我们明白到 当时弟兄姐妹 要去面对 就是这种 骗向假神跪拜 还是持守信仰 都向假神跪拜 能够地上继续活下去 当他拒绝的时候 死亡 殉道 就出现 其中一个巡夫 这么说 就是说 任何基督徒 被控为基督徒的 我就审问他们 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承认的话 我就继续以刑罚 恐吓他们 再次审问 假如他们坚持 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话 我就下令 将他们处决 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 就是面对着这种处境 而当时的主教 阿多拿收 安提阿的主教 伊格拿收 就是在公元17年的时候 被送到斗手上 被狮子疏杀 请记住 还有更多 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我们没有去不理解的 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有密码的 大家看到一条鱼 是不是 五饼二鱼的故事 而下面有一些字 就是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救世主 他们的通讯的时候 可能大家 可能有密码 看到一条鱼 在某个地方 有条鱼的时候 是他们的密码 所以斗手墙里面 某些房间 都有这些感号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 犯在人面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面前 也要承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面前 也要不认他 在当时的弟兄姐妹 他们知道 如果不去认处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后果 在我们这一刻里面 我们未能够去明白 他们当时的处境 但他们学习耶稣基督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 不开口 他将羊羔被牵到 再杀之地 有将羊 再子母的人 手下无声 他也是者 若不开口 耶稣基督就这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救恩 成就了 成就了我们救恩 但是 一帮信徒 也都学校耶稣基督 如果你问我 能不能够做得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求主恩典 能够说出 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都是全神的恩典 如果我去到这样的光景 下面有柴火 下面 接着往在树上 多点油 可能快点点 但一点火的时候 可能很快就被烧着 但是 究竟 真的面对那一刻的时候 我会怎样呢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真的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没有人 会主动去殉道 会不会啊 大家 喂 我是基督徒 你们杀我吧 会不会啊 大家 不会的 没有人会主动去殉道 但是 会被逼去做这个抉择 面对这个死亡的挑战 的时候 能不能够持守信仰呢 我们怎么经历 他们当时 给他们一个想法就是 他们当时 如何去经历到神 这些经历能够让他们坚持到底呢 就是说 除了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 带兄姊妹商交里面 他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上面 一定要特殊的经历 让他们知道 确信 那一刻出现的时候 他们所做 他们所殉道的时候 就会见到主面 也都知道 在地上 一个客旅 天家真是永恒的一个 我们的归宿 如果他们没有特殊经历的时候 跟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话 去到那一刻里面 是否真的能够去抓紧住 这个恩比所给的生命呢 我不知道 但是去到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如何去表达对神的爱呢 当时他们爱神 就面对一个即时的 可能面对一个死亡的挑战 但面对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表达对神的爱呢 又或者我们的经历 是否能够让我们持守到底呢 我们和神的关系的相遇 那种同神的亲密的程度 是否能够让我们去到那天 能够可以持守得到呢 我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 我们同神的关系的亲密程度 对真理的认识 是否能够让我们去面对迫害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否没有迫害 大家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面对呢 大家看到这幅图就是当时保罗 传福音那个时间 他那些几次的宣教的旅程 但是接着这幅图就是整个地方 它住在罗马帝国的版图 下面深色的一格 就是耶路撒冷 即现在以色列的国家的地方 大家我们想想吧 他宣教是很少地方而已 但是整个罗马帝国 在公元311 312年的时候 当时的王 军事坦丁一世 他就宣布了这个米兰御灵 就宣布了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 其实所有基督教是有自由的 可以自由传福音的 还有将他没收的财产 发办给教会 承认了教会的独立的地位 那个宗教的地位 就是说由耶稣基督 升天之后 开始没有几次受迫害 去到312年 他们已经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 不再受迫害 我想想吧 由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慢慢慢慢传福音的时候 而令到国王 他下令这个预令的时候 就是说 无论由基层 去到皇室的层面里面 都有人信耶稣 在一个迫害的环境里面 很多人因为这样 在这么迫害的环境里面 信的人越来越多 信的人越来越多 由基层的 去到皇室都有人信主 所以这个军事坦丁的皇帝的母亲 即皇后 是不是叫皇后娘娘呢 她都是基督徒来的 后来她都成为 你关心你都 都承认了耶稣是她的神 所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初期教会没有教堂的 为什么基督徒能够隐藏身份 但是越迫害 福音越广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很奇怪的 越迫害就越广泉 留意一下 他们没有教堂的 不能回来聚会的 可能在地下 某个房间里面 有条鱼出来暗号 就去那里聚会的 可能是 我当我们幻想 思考的情况的时候 福音就是这样 在这个迫害当中 去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跟着整个国家 反转了过来 有一个史学家 他就 一个反基督教的史学家 他就分析了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当时的信徒 极度以基督为中心 坚持信仰原则 分别为圣 就是他们坚持 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 他们以耶稣基督 去救主 他不会脱离的 但是他经历到神的 当他经历的时候 就有一个 其中一个教主 同样的 他下面 有些柴火在下面 他被绑在上面的时候 你诚不诚 耶稣是你救主 承认的话 我碰火 不承认的话 你可以走得 他就这么说了 八十六年以来 要是侍奉我的主 我从未归待过我 怎么可以收入 那位拯救我的君王呢 你想用火来吓我 那个火 绝对是 烧了一两个钟 一个钟头而已 但是他忘记了 说永不熄灭地狱的火 明白真理 持受真理 心中 只有耶稣 想回我们 我们 我们有十字架后面 十字架上面 只是有耶稣 不能够加上任何东西 同样十字架旁边 耶稣钉十字架旁边 是强盗 也不可以加上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 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 当面对挑战的时候 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是以耶稣基督 还是我们自己 还是其他利益 我们就想想 挂十字架颈的颈链 和背十字架的分别 在哪里 挂十字架颈链 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对 你的颈链挺漂亮 对不对 背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当背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的时候 去到一个尽 尽 我不愿意做的 但愿意 甘愿为耶稣基督的爱 钉死在十字架上 去改变我们 这个是个尽 第二点 就是用一个永恒的盼望里面 去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 即是说 他们觉得 现在迫害是一种征兆来的 耶稣基督很坏再回来的 耶稣会有第二次再回来 他将会审判 活人死人 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的 跟隔壁说 我们有盼望的 耶稣会再回来的 对不对 跟隔壁说 我们有盼望的 耶稣会再回来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何时再回来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 但是有些方学家 就这么说了 现在在战争核武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有变化 他做了一个末世时钟 到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世界末日就来了 他们这种推断 用科学的数据推断 现在只剩一百秒 即是迟近一点 在2007年的时候 是有五分钟的 2010年年都六分钟 15年三分钟 17年两分半 现在只剩一百秒 很快速的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耶稣再回来呢? 我不知道 但是求主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能够可以预备好自己 所以再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近年不知道耶稣再回来 我们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了吗? 面对迫害 预备好了吗?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预备好了吗? 见到祂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说呢? 那就是圣灵的能力 用神迹证明 全港的一道 我仍然相信 神迹今天仍然发生 但是 神会让我们 在适当的时间 透过我们 带出了神迹会发生 而最大的神迹 除了身体的依置之外 其实我们生命的转变 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生命的转变 带来了很多的见证 生命的转变 能够让很多人 更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而愿意相信耶稣 所以生命的见证 是各个道 过着极度圣洁和严谨的生活 以及基督道 弟兄姊妹 彼此相亲相爱的团契生活 弟兄姊妹的相亲相爱 大家幻想一下 当是被迫害的人 去传福音 即是向身边的人传福音 一个奴隶信主 可以每个生命的改变 帮助当时的主人 去信耶稣 然后整个家族 慢慢慢慢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 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 在印尼 以前是一个最大的回教国家 以前很多时候 迫害一些教会 萧村 或者去把一些 杀害的基督徒 但是有一次 某个印尼 的回教区域 迫害基督徒的区域 大饥荒 当时的基督徒 就想 我们 他们以前的迫害我们 我们是不可以忘记的 我们就将碳火 堆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罗马书十字章二十字 这么说 你的仇敌 若饿了 就及他吃 若饿了 就不得喝 你这样行 就像碳火 堆在他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性 反而以善成恶 于是 他们将很多很多的食物 很多的水 我们冠军回来的 就送到去 曾经逼迫他们 杀去他们的回教地区 那里 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 生活的见证 基督徒相爱团的生活 吸引归向基督 其实我们自己有多久 没有去见证耶稣基督 又或者人家见到我们的时候 会怎么看我们呢 怎么看我自己呢 我反思自己 有些人见到我的时候 是将荣耀归回给神 还是见到我生命里面 很多的破坏 很多不好的地方呢 或者想想想我们的家人 想想我们的家人 信主没有呢 没有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的原因 但是会不会自己 自己的生命里面 一些的部分 已经难助住 是信主呢 所以生命的见证是如何呢 所以爱神 面对迫害的时候 见证基督 爱人包括迫害自己 对不起 爱人包括了迫害自己的人 而表达爱神的心 所以爱神 我们说爱神 必然我们会和爱人挂上关系 爱神的人 真正爱神的人 必然会爱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相处 都能够因着神的爱 会得到帮助 得到改变 所以去到爱人如己的时候 如果大家看到这幅图呢 其实是从一个角度 在十架上的耶稣 去看下去 十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面 看下去的时候 看着这帮人 有钉去上十字架的人 有罗马士兵 有当时钉去十字架的群众 有一帮爱她的妇女 在下面跪着哭 耶稣怎么看他们 耶稣怎么看他们 我问多一次 耶稣怎么看我们这帮人 耶稣说 开恩可怜他们 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 在相处上面 很多我们是不晓得 如果从我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自己的角度看的时候 人一定有很多问题 当大家用你的角度去看我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看到我的 那些坏东西会出现 因为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必然带来了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从罪人望罪人 炒一碟的时候 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 既然每个人是蒙恩罪人的时候 我凭什么去判断其他人呢 不能判断的 如果我们判断的话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十字加上的耶稣 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给神经教我们 神经教我们 要彼此相爱 但是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 如果我们骂神的儿女 论断神的儿女的时候 他论断哪一个 儿女的父亲 儿女的母亲 神在我们父亲的时候 如果我们论断批评其他人的话 我们批评论对谁 当我们都有子女 当有小朋友很害怕的时候 当然是找父亲母亲出头 对不对 我们用神的心眼光去看的时候 看神的儿女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 对不起我说错了 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 其他人 而口舌头上 不收继续论断批评的话 审判的必然会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清楚楚 我们的罪疤 是需要被神气 不起我们乱说话 所以我更加要彼此切实相爱 所以圣经提我们 我把一条新的命令 给予你们 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了你们 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于是 于此众人就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鸟 彼此相爱 耶稣觉得 在克西玛丽图告的时候 他求主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用上十架了 因为太痛苦了 他这个尽 去到一个尽点 他顶不住 他不想 但是甘愿顺服的时候 他跨过这个尽的时候 他踏去 就去到另一个阶段 然后上十字架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成就了救恩 一个尽 但是彼此相爱的时候 双方走在一起的话 占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大家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了 对吗 旁边的一个 有没有惹到你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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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是不是 有时 我去惹到自己 我们自己有没有惹到他弹起呢 又弹呢 有没有 只是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夫妇 也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何况 我们一帮罪人 在教会里面 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发生 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喜悦呢 神在十架上 怎么看我们呢 如果那群儿女 吵吵吵的时候 他怎么看这帮儿女呢 他痛心 痛心 哎呀这帮又吵了 是激死我了 还是他一个很大的审判 他怎么看我们呢 其实在十架上 求主帮助我们 有从主义那份的爱心去望 从他角度去望回 每一位弟兄姊妹 去看回自己 我们每个都是用他重价买属回来的罪人 都是蒙恩的儿女 所以我们更加要学习他的命令 要彼此相爱 他有提我们 我告诉你们 你约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议的求甚汪 我在天上的父 也必为他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并聚会 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很熟悉的经文 同心合议奉主的名祷告 最会主走我们中间 就会成全我们祷告 简单来说 但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同心合议呢 如果不同心合议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中间 如果耶稣不是中间 是不是教会呢 这个用经文的罗室推理 这样看 是不是 所以其实 我们更加能够将许基督的荣耀 在教会里将许呢 就是我们同心合议 同心 就是同一目标 很简单 可以大家有一个 我们要传福音 是不是 我们要宣教 是不是 我们要做很多 为神 荣耀神的 同心 大家一定会同意的 是不是 合议呢 方法 做法 不同的人 一千个人可以有一千零五十个方法 最后用哪个方法呢 我那个才对的 你那个错的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 所以同心容易 合议难 是不是 同心 合议难 正如现在我们在 面对这个疫情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回到教会 我们就坐位 偏排上面 谭普斯和童工 用了很多心血 才可以偏排到很多不同的安排 但未必能够合乎大家的心意 如果我这样 我就会这样这样做 如果我这样 我这样这样做 但这个是不是一个合乎神言的心意的想法呢 如果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就可以说 但不要带来批判性去表达 但因为神的爱里面 我们能够同心合议建立教会的时候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同心合议 所以最困难的就是 如何能够合议呢 如何能够合议 跟意念一起做某些事情呢 如何一起同心 为乒乓福音呢 我自己看就是 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彼此信服 甘心就是心底愿意 多点从对方角度去看 你跟我一起的 你聆听我的 我聆听你的 放下自己执着 当我愿意在神的爱 去沟通 一起祷告的时候 纵然我们会有不同 但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能够去 能够彼此同心 是成就神的美意 当我们同心服务的时候 有什么事做不到呢 但是撒旦的诡计 就是要将我们 这个同心服务擦毁 当擦毁这个 同心服务的时候 他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 所以 我们能够 怎么能够可以 甘心彼此信服呢 都是一个尽 都是一个尽 因为对方跟我不同 我为什么要听他说呢 有时是一个面的问题 或者感受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明白 爱神爱人的真意 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放下自己 将自己的想法 走出第一步 有时关系的拉紧呢 有时我们会期望 其他人才做第一步 但是为什么 不是自己做第一步呢 走那步出来的时候 有时是一个原子的问题 或者不好意思 或者很多尴尬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我们走出第一步的时候 在神的爱里面 一切的冤仇都会被拆毁 在神的爱的关 神的恩典 十字架中间的时候 一切关系都能够被复和 这个是真理 因为耶稣基督说 他要将中间冤场 他的墙要拆毁 恢复两者的关系 这个是真理 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自然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当他同心合意 今生彼此信服 可能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而初期教会 没有靠堂能够 基督徒者能够隐藏自己的身份 越迫害 大福音就怎么样 越广泛 但是今天有教堂 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是否等于福音被广泛呢 所以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 有什么因素是我们当中间呢 大家看到一些不同的教会 是不是 这间是1895年的教堂 下面那间两间都是美国的 漂亮不漂亮啊 挺漂亮吧 大家有钱可以买的 知道吗 在右上那间已经成为一间旅馆了 可以吃饭 可以租来住 美金四十九万五千元 下面那间 美金二十七万三千一百四十五元 这间古董 现在卖起二十六万五千元 大家有钱可以买的了 但是问题 为什么教堂会被卖呢 教堂 为什么会被卖呢 被出售呢 教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同心合意奉主明的祷告 聚会 主就在我们中间 祂就会成全我们的祷告 无论任何地点 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 主就在我们中间 一帮梦恩的儿女 同心合意 祷告 神就在我们中间 这间就是一间教会了 所以我们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去爱神 爱人 去历行大使命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 我们要被切实相爱 聚在一起 更加比一间教堂 更加教会 教堂就是聚会的地方 OK 教会就是聚会的地方 当我们一帮弟兄姊妹 走在一起的时候 这间就是教会 有神 一起 有一帮彼此相爱 彼此去同心 弟兄姊妹走在一起的时候 就在一间教会 但是如果 一个地方 没有神的同在 一帮弟兄姊妹 不彼此同心 切实相爱的时候 神都不在 是在一间教会呢 这件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我们一起读一 预备 对一二三 爱是需要实践出来的 不是说的 最多的字是什么呢 除了爱和不之外 恒久忍来 然后下面 凡事包容 就是忍受 我忍你 还有 好 没问题 我们再来 然后 凡事忍来 肩忍 什么叫肩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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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爱是永不止息 就是说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态度 出现的时候 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或者很多的冲击 爱 其中一个就是凡事忍来 同样当我忍的时候 一个尽 一是到了我们情感的一些底线 一些爱的底线 或者一些 为我们未必那么容易 可以突破到的空间 这种底线的时候 尽 但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又跨了这个尽 的时候 我们同层的关系 人制关系 领域又扩大了 又带来了一种转变 所以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很多时候就是 当我们面对着一些事情 不如我们意愿的时候 我们甘愿放下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钉死这个不合乎 神心意的一些意念 一些的行为 一些的思想的时候 一个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而且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教会 唯一能够缺习是什么呢 就是神 和人 有教堂 是不等于教会 怎样才算是教会 又或者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今天 怎样去爱神 爱人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祂为我们成就救恩 祂的身体 为我们抹开 祂的补血 为我们而留 假如 耶稣基督 是在十字架上 去望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一帮 怎样的 弟兄姐妹 如何去回应神的爱 如何回应主呢 现在是主餐的时间 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 没领到主的身体 主的杯 主的饼 大家有哪位没拿 有哪位没拿 是不是全都有了 如果是没拿 可以举一举手 待会请 Rocket和我带领我们唱 要纪念我的时候 请大家同样在座位里面 我们思想 究竟 神今天透过这些讯息 让我们在神的 我家里面 如何去表达爱神 爱人 对神如何看自己 稍后我会再带领大家 一起领受主的饼 主的一杯 祝我们 让我们同唱 世纪中赞 五百二十四首要纪念我 Zither Harp 为要纪念像我 连车顶 为要纪念像我 喝车杯 为要纪念像我 祈求父生 让他早日成诈 为要纪念像我 连车顶 为要纪念像我 旧朋友 为要纪念像我 花开的梦 让你帝气 顺来 请顺来 天使心灵 等安慰 可可要纪念我 这使我的心灵 我帮你 为你生 为你生 为要纪念像我 不开世间 静出开山 是否有传统 在 为要纪念像我 为要纪念像我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他来 我们一同领受主的病主的杯 我们下期待 在最刚才我们领受你的饼 你的背的时候 都让我们思想到 你在十时指甲上 去望着一帮熟你的儿女 在你的殿里去敬拜你的时候 你怎么看我们呢 就求圣灵你帮助我们 能够尽心尽意尽声尽力 让我们完全全部可以爱你 和爱人如己 我们做不到 但是求你给我们一个原作的心 好叫我们的行为 好叫我们的见证 能够荣耀你 让更多人见到我们的所被似相爱的时候 能够将荣耀总赞 感恩归回给你 我们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我们再一次唱出猜献之歌 来作回应 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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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命求